各位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收看中国禁闻 在北京暴雨乘灾造成的死亡人数还没有准确统计的时候 官方媒体7月25号突然发布 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和副市长吉林辞职 但是却没有提及辞职的原因 也没有提到两人是否辞去党内职务 外界认为这是有意误导公众 愚弄民意 郭金龙前不久被任命为北京市委书记 按照中共惯例在接任了新的党内职务后 本来就应该辞去原来的市长职务 宁波理工学院教授何振彪在微博上评论说 如果是升迁或者另有重用 且不加以注明 这个时间点放出辞职的新闻 那就是误导公众 使受众以为是因北京大雨救灾不利辞职 愚弄民意 如果是引救辞职应该注明原因 使引救辞职成为中国政坛规则 而BBC中文网的报道则说 中共当局是在按照既定的升迁方针办理 报道引述香港动向杂志总编张伟国的话说 胡锦涛已经花了很多年时间 把心腹郭金龙推上现在这个位置 所以不可能因为北京暴雨死人 而让他引救辞职 北京受到暴雨的重创 而中共高层却无一人露面发声 海外媒体报道 中共高层正在避暑圣地北戴河开会进行宫廷密谋 为十八大做准备 大陆民众对中共的这种只顾全斗 不管百姓死活的行为强烈不满 纷纷在网上发言嘲讽 有人指责一个领导都不出现 只关心自己的位子 百姓死了人都没人出来说说话 还有人讥讽说 领导都去北戴河避暑开会分赃去了 哪有时间关注北京如注的暴雨 另外一位北京官员公安局长傅政华 7月24号在网络整治会上发出警告说 在互联网上攻击所谓党和国家领导人 及现行体制制造和传播政治谣言 将受到严厉的打击 对于这个警告 大陆网友和律师都质疑说 没有执法依据 德国之声引述律师刘晓元的话指出 一位公安局长的任务是执法办案 而不是对网民做出这种笼统的警告 他说任何一个行为是否违法 应以法律法规为依据 公安局长如此表态 可能会误导下面的执法人员 导致任意执法 公安局长做此种表态的行为本身 便是违背法治原则 一位网友指出 现行体制好不好 不是北京市公安局长一人说了算 不要把自己搞的就是一部活宪法 救世主 也别把自己当成一手遮天的皇帝 还有人指出 这是在为中共十八大做准备 好观众朋友 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事经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